所以治理国家如是 现在治理企业 怎么样 易如是 所以 诸位朋友 现在 企业界很强调管理 学问 其实我们的四书里面 有没有管理学问 有啊 而且都是非常精辟的 管理学问 都是刚举 目章 我们来思考一下 中文里面有提到 凡为天下国家 有九经啊 有九个治理天下的好方法 第一个 曰 修身也 第二个曰 尊贤也 好 求学问要主动 所以我就讲三条就好 其他呢 诸位 朋友去翻 中庸 曰 亲亲也 曰 如远 是 这九个方法 其实啊 用在现代 绝对可以让你的企业蓬勃发展 第一个 一定要修身 自己真有德行 才能赢得真正好的人 跟你一起共事 只要有人就不怕 不能把事情做好 所以大学里面也提醒我们 有德持有人 所以现在有钱的人 不一定找得到什么 人才 现在爆花富很多 但是他要请人 都请不到优秀的人 但是只要自己有德行 所谓人以类聚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自然而然德行 就会感召这一些 有志之士过来 所以根本还在修身 第二个 尊贤 尊敬贤人的人 自然而然就有更多的贤者 来投靠 因为真正贤人的人 不是用钱可以请得到的 用什么可以请得到 孔明 是不是用钱请出来了 三顾毛鲁 是什么原因 真诚心 是什么 恭敬心 我们恭敬对待贤德的人 他就很愿意啊 出来 除了真诚心 恭敬心 还有一个 要有为人民啊 服务的心 才能请得出这些人 所以刚刚讲到 唐太宗 这么样的珍惜 为真 一定会让更多读书人啊 愿意 来啊 效忠他 这个是尊贤 假如今天当老板的不尊贤 还会嫉妒 很多很有工作能力的 部署 甚至于呢 他还好女色 那肯定 纵使他现在 如日中天 迟早会怎么样 衰败下来 好 所以一个人尊贤啊 就能够啊 去禅 远色 去禅 远离啊 女色 好 第三个 亲亲也 这个亲啊 是指他的父母 他的亲人 所以当一个领导者 他首先把孝道做出来 一定可以以德啊 感化 他的员工 感化 他的 人民 在 我们 中国也有一个企业啊 他本来已经亏损了 人民币啊 七八亿 亏了那么多啊 很多企业可能 都怎么样 爬不起来 但是啊 他还是坚持啊 继续努力 在这个努力过程啊 他们 这个企业的家风很好 每到啊 重要的节日啊 董事长啊 一定带着 他自己的孩子 孙子啊 一起拜他的 妈妈 所以这个家里啊 有孝道之风 然后他对于他的员工训练啊 也很用心 这个就是把员工当什么 亲人看待 所以他们用 地质规啊 来训练员工 用地质规训练员工 这一点很难得哦 一般的企业 一般的企业商业 训练员工都训练什么 怎么把东西卖出去 是不是 但是他却是用地质规 来训练员工 代表希望员工啊 在他这里能够怎么样 成长 能真正学到啊 做人 做事 改天纵死 离开了 他也觉得对得起这个员工了 所以有他的这一份孝道 也有这一份啊 对下属的一种关怀栽培之意 所以他现在啊 已经从亏损了七八亿人民币啊 到现在呢 企业发展得很快速 也很成功 所以确确实实啊 我们老祖宗讲的这些道理啊 绝对不会因为啊 时空 而改变 而很多的企业 为什么不能长久 因为他都没有回归到 根本 的做人态度 很多人是倒下来了 还不知道自己啊 为什么会 倒下来 好 所以我们刚刚是从啊 唐太宗 懂得啊 接纳 部署 接纳 臣民 对他的敬见 代表啊 他尊贤 我们从一个圣主 的言行举止啊 也能够学到 他为什么 能这么成功 当我们知道了 就要把这些态度 怎么样 你听完唐太宗 听完魏珍的故事 要怎么样 我们人生这一场戏啊 主角是谁 自己啊 所以我们在听故事的过程 谁是唐太宗 我就是唐太宗 要去学习他的优点的 这个态度嘛 不然听到 哦 名子签是名子签 指路是指路 那不就白听了吧 所以 有一位老师啊 他的成长特别快 有一天 他就跟其他的老师说 他说我觉得啊 这个蔡老师在讲课 每一句话都在骂我 哦 我看起来社会罢人嘛 但是啊 他这一句话 就已经点出来 他为什么啊 进步的特别快 因为他时时啊 看到好了 就提醒自己要效法 听到不好的 马上怎么样 贱能恶 极内形 就好像觉得 每一个好像都在说我一样 所以这个叫 善学 所以同样 听课听那么多 每一个人学到的 都不一样 所以善于学习 也很重要 好 这个是唐草